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包括成都、雅安、阿拔、甘孜四十周十二线,面积近一万平方公里。 其中分布着大约一千两百只野生大熊猫,占种群数量的百分之三十。 我们曾经拍摄位于核心区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 大熊猫文化研究者孙前带我们参观。 孙老师说,基地卷养着八十多只大熊猫,还有许多海贵的国宝。 其中粉丝最多的是旅美归来的泰山。 哦,它是倒着出来的。 它可是现在倒着出来方便,个词大。 我平时看到熊猫行动都是很慢的,现在应该是饿了是吧,都跑起来了已经。 这只熊猫就叫泰山是吗? 是啊。 哦,它多大了。 应该有三四岁的样子。 那这个泰山,它是哪年回到中国的? 它的爸爸妈妈是2000年的时候到美国去的。 爸爸妈妈一个是美乡,一个是天天。 到美国去后,2004年配种成功,05年它生的。 因为按照中国的规定的话,在外边就是两年就得回来。 但是美国,美国的老百姓一些情愿书,像我们说,能不能让它在这儿多待点时间。 哦,不想舍不得它是吗? 然后又延了两年,然后再延了半年,结果它在那里待了四年半,四岁半,然后再回到中国。 泰山旅居美国华盛顿动物园时,可是一位超级明星。 它是亚运大熊猫盼盼的孙子。 盼盼的老家就是亚安的宝兴县。 1869年,科学界首次发现大熊猫也是在宝兴县。 截至2019年初,有136只大熊猫从亚安走向中国,走下海外。 其中18只作为国理,洛湖异国他乡。 亚安的野生大熊猫的栖息环境是在全中国在第一个层面上算最好的。 然后送出去大熊猫和现在的野生栖息地的大熊猫也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申报世界上的自然遗产,亚安是它的核心区域。 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 这是对中国数十年研究保护大熊猫成果的肯定,也将进一步改善大熊猫的生存环境。 避风峡基地占地1074亩,每个放羊场的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 场内有山有竹,山水相依,尽可能模拟熊猫的生长环境。 现在是要给它冲奶粉。 对,我现在是需要给它冲奶粉。 等我一下,你可能。 饲养员刘江告诉我们,大熊猫幼崽,大都在一岁左右断奶。 喂奶的要求主要在奶粉量的控制。 一般,一只一岁的大熊猫幼崽需要700克牛奶,早晚各一次。 其他时间喂些胡萝卜,窝窝头或者竹笋。 刘娟告诉我们,一会儿需要喂养三只熊猫幼崽,每只熊猫需要单独一个盆,因为它们会喂食物而争强。 门外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岁的毛巾掉了。 我来,没关系,没关系。 那我自己来。 哇,你看这是,可以离熊猫这么近啊。 你离远一点,你们拿这个盘离远一点。 不然,我先进去了,然后你们再过来。 过来,你门边,过来,引导一回。 别回,过来,过来,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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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咱。 咿,门门。 来,来,来,来。 这些小熊猫就听了它的声音。 他好像,来,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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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熊猫好像闻到了我们手里这个牛奶的味道,所以它就跑过来了。 来,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 我们可以进去吗? 对,你们现在可以进来了,赶紧。 小心,那我先进来。 好,我先进来。 我还要跟熊猫进去,有接触了。 要抢了。 那妈,把这个来给我。 这个给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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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 就给它,对,对,对。 来,虽然是你就给它,给这一只熊猫。 来,看了,开始吃了。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那熊猫好乖,我可以摸它吗? 小心点,你别的手套,不要摸它。 它吃东西的手,不能摸它是吗? 可以了,对,对,对。 来,麻烦你把门关一下,谢谢。 不然,一会熊猫越狱了。 它会跑出去啊? 对。 这只熊猫特别调皮的。 所以它,你看,它吃得好快啊。 对,对,对。 这一下子这一盆牛奶,基本上就喝完了。 对啊。 一会喝完了,得赶紧跑啊。 什么意思,什么叫喝完了,要赶紧跑。 一会喝完就得追你了。 真的? 对,这最调皮的就是这。 因为它们两只,你看。 我看这两只,对,这两只体型大一些。 它要小一点。 对啊。 这个,苏珊。 好,这一只。 这一只,这一只,特别调皮。 只要你一坐在那,它马上就扑到你的背上, 让你背它,我跟你说,真的。 这么调皮啊。 对,然后你。 好。 年幼的大熊猫就像小孩子一般。 这只顽皮的熊猫幼仔叫苏珊,性格外向。 平时它喜欢缠着人玩。 被它欺负的叫云朵,性格文静。 另外一只光顾着埋头吃奶的叫云慧。 你尽量离它远一点。 我看。 寶贝。 其实,其实我特别想抱它们一下。 但是,但是那个小刘一直跟我说,说你要离它远一点。 一直离它远一点。 因为它会。 熊猫幼仔吃饱了喜欢跟人玩耍。 但它那风利的爪子可得当心。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熊猫。 出于安全考虑,刘娟提醒我们不要伸手触摸大熊猫。 看一眼。 对,没办法。 有点好。 你看。 对,你看。 来,宝贝过来。 它直接冲着我们摄像师就过去了。 你看,真的。 你看。 它们如果吃到的东西,就要抓人呢。 你看,它其实就像在逗它们玩一样。 于长时间照顾熊猫幼仔。 刘娟已经熟悉了它们的性格。 在熊猫乐园,除了照顾熊猫幼仔, 刘娟还会去隔壁的熊猫婴儿室。 协助喂养只有几个月大的熊猫宝宝。 我们能跟着进去看看吗? 不好意思,这个地方就行了。 为什么呀? 就是重点保护对象。 因为那个熊猫宝宝太小了, 就受外界影响,就特别容易受影响。 就尽量就避免这个因素。 刚从婴儿室抱出来的熊猫宝宝只有两个月大小。 刘娟告诉我们,婴儿室里居住的都是一岁以下的大熊猫。 它们年龄太小,抵抗力弱,除工作人员外, 其他人不能与它们接触。 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给小熊猫排便。 排便? 对呀。 它现在排便需要人帮忙是吗? 对,需要有刺激作用。 就是小熊猫现在太小了。 是。 它们现在还没办法自己排便。 对,我们现在是在模仿小熊猫, 如果是它自己妈妈带的话, 它母亲也是这样子给它排便的。 对,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只是一种模仿。 嗯。 人工饲养的方式主要是模仿母乳喂养。 通常一天定时人工排便三次。 工作人员通过分便来观察大熊猫的身体情况, 排便后就开始喂奶。 刘娟告诉我们, 不管是人工繁育还是自然繁殖, 通常大熊猫的孕期有四五个月, 有的甚至长达十一个月。 目前人工饲养的大熊猫寿命, 最长的是三十八岁, 相当于人类一百多岁。 野外生存的大熊猫, 通常寿命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嗯, 刚才我看它就是上秤, 秤了一下体重。 嗯。 有多少, 多重啊? 4110克。 嗯, 这是两个月就这么重? 两个多月。 嗯, 嗯, 那它刚出生的时候有多重啊? 出生的时候就一般来说就一百多克。 哇, 那等于它两个多月就长了四千克左右。 嗯, 差不多。 它长得好快啊。 嗯, 它每天都是几十上百克的这样长。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科学家攻克大熊猫人工繁育的难题后, 大熊猫的种群数量不断上升。 截至2018年底, 研究中心的圈养大熊猫种群达到285只, 占世界圈养大熊猫种群的60%, 人工繁育是中国大熊猫保护计划的一个阶段。 最终, 人们要帮助人工繁育的大熊猫走向野外, 使野外种群的数量继续回升。 刘娟也希望自己喂养的大熊猫能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它从事熊猫饲养工作已经十多年, 它也说不清自己带过多少熊猫宝宝。 跟大熊猫接触的这些年里, 让它印象深刻的事有很多, 但是让它最有感触的是2008年 与奥运熊猫之间的故事。 2008年的时候, 我们不是奥运熊猫去北京吗? 在北京的时候, 然后有八只熊猫, 有一只脚脆脆, 那只熊猫性格比较温柔嘛。 然后有一次, 然后我们几个饲养员在里边聊天, 然后就觉得, 感觉不是很高兴那种感觉。 然后不是另外一只, 有一只熊猫比较嫉妒人嘛, 它就是喜欢, 从后边咬了人就跑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他没伤心, 我就说, 我就故意说牙好痛啊。 然后另外一只熊猫脆脆, 然后我坐在他旁边, 他就有一只手, 就这样搭在你肩膀上。 就是那种感觉, 好像在安慰你那种感觉。 对不对? 然后他嘴巴还不停地在动, 但不是吃东西, 就舔舌头啊, 然后一只手就这样, 搭在你的肩膀上。 就感觉在哄你说, 哎呀别不高兴啦, 那种。 对, 然后眼神还特别那种, 特别温柔, 然后就这样看着你, 就这样, 就真的感觉好像在说话。 然后这只手还不会忘了, 就是要这个样子啊, 或者这个样子放着啊, 有时还这个样子, 然后甩一下舌头啊, 真的就觉得, 反正就是有沟通的感觉, 就觉得他特别理解你。 就感觉还挺通人性的那种。 对,对。 感情深厚是因为曾经患难与共。 2008年, 汶川地震导致卧龙大熊猫基地严重受损, 刘娟参与了大熊猫的营救工作。 由于受到惊吓, 大熊猫有的逃进山里, 有的爬到树上不肯下来。 为了将它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工作人员不顾余阵和山体滑坡的危险, 将它们一以之之抬下来。 当时大熊猫情绪不稳定, 可能随时对人类发起攻击。 平时用笼子转运, 倾挤之甲, 人们只能用单甲和编织带, 将大熊猫转移出山。 反正就从下边, 一个一个往上面地, 往安全的地方抱嘛。 我抱了几, 我自己都数不清, 我自己来回跑了多少次了。 反正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对, 也没有说, 其实后来他们就问我, 当时害怕害怕, 我说我不知道。 就已经注意力是完全在熊猫身上了。 对,因为那种熊猫特别紧张, 我们不紧张, 熊猫特别紧张。 熊猫一紧张, 他就受刺激, 受刺激, 他就要乱抓, 然后本来就重, 他一乱抓的话就更重, 然后一抱着他就乱抓的话, 脸哪, 到处都是伤疤, 我跟你说。 所以那个时候, 应该说你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受伤了。 对,都受伤了, 只是说轻伤都不重而已, 然后就是, 其实心灵的伤是最重的。 但是, 你看到那个熊猫嘛, 不是被, 嗯, 就吓到了嘛。 你看到他乱串的那种感觉是很心酸的。 因为觉得他好无助那个时候。 对, 熊猫对我们而言, 就觉得熊猫是小孩, 然后我们一直, 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大人, 要保护他们那种感觉, 你看见小孩就觉得无土, 没有地方可以藏剩的地方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心酸, 自己不能保护他那种感觉, 就觉得哎呀, 特别可怜那种感觉。 许多工作人员身上留下了伤痕, 刘娟也不例外。 地震中, 卧龙基地的63只大熊猫, 一只死亡, 一只失踪。 其他的61只, 都转移到了避风侠。 在这里, 大熊猫们平安度过了灾后重建的日子, 避风侠成为了它们特殊的家。 那就是这次来沉迷了。 的了解。 大熊猫们可怡下了的地方, 基地车也不离到他们的反射会。 基地的交互相同没经过是在身边有的分野。 有限的如果摹着死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